说到广场舞之王 凤凰传奇若说第二 恐怕没人敢认敌 毫不夸张地说 如今在人越多的地方里 凤凰传奇的歌声就越响亮 他们在广场舞圈层里 已经是永远的神了 在凤凰传奇风头正进的当下 却有党节目偏要挑事 他们以现场摆类的方式 邀请群众来挑战凤凰传奇 令人惊奇的是 首个登台的民间选手 直接就赢了凤凰传奇一分 这瞬间点燃现场气氛 这档让广场舞霸主 开局就受挫的节目 是湖南卫视推出的歌唱先任秀 欢唱大棚车 单从内容形式上看 这档综艺赛事做得非常简单 节目组每一期都会开着一辆大棚车 来到某个地点 有不同的歌手现场设立音乐擂台 等候群众上台挑战 在上周播出的首期节目里 关了大棚车就开到了 湖南长鲨鱼人码头 首类嘉宾则是凤凰传奇 这档主打全民KTV的节目首播 取得了不俗成绩 周六档晚及空降同时段收视第一 尽管节目时长只有40多分钟 且主角基本是没有流量的素人 但这档风格独特的节目 却因种种看点而被看好成为十月爆款 下面就让我们来聊一聊 这档节目究竟有哪些亮点吧 2.1 高手在民间素人也不简单 节目一开始 《凤凰传奇》就一一首 舍香夫人拿下85分的评分 按照规则 观众若能唱出与凤凰传奇一样的分数 则可以拿到全场最大礼包 而无论分数高低 节目组都至少将为其提供奖品 在这样上台就有奖品的刺激下 一个个民间特色选手 也就踊跃上前 唱出自己的自信 第一名上台观众就直接震惊了全场 这位昵称为爱唱歌的罗子 网约车司机现唱了一首改变自己 演唱过程中 罗子哥展现了穿透力十足的嗓门 和颇具专业知识的转音技巧 再加上明清犯十足的互动方式 这让台风稳健的罗子哥迅速征服现场观众 最终他强势拿下了86分 开场及完成对泪主的超越 在罗子哥之后 不少观众虽然分数为超越 但也展现了自己的特色 比如这位受访小哥 尽管他在上台演唱时稍有跑调 只拿下75分 但临下台之际 受访小哥还是额外秀了一段说唱 在节奏饼快的伴奏下 他以出色的神韵和利索的嘴皮子赢得掌声 有趣的是 他在表演里还为自己打广告 刻真为三句话不离本行 再比如这位喜感十足的果农大哥 一身商务装上台的他献唱老哥爱情鸟 尽管这位大哥调拍跑调等状况不少 甚至将飞走了唱成挥走了 但他依旧极为投入在表演 在他极具动感的舞蹈动作下 凤红传奇和主持人都被感染了 全场最高潮则出现在三个广场舞大妈的组团踢馆 这三位自称四十几年歌唱欧剧的大妈穿着 一统一服装表演舞曲热情的沙漠 配可训练有素的舞步 大妈们那股自信范立即顶上去了 颇具镜头感的他们还跑到编场热舞 并带动起场边大夜 舞动起昔日青春 画风一时间极为代感 这帮大妈最终拿下了与凤凰传奇评分的85分 广场舞主立军不是盖的 而在这一个个素人观众歌剧特色的表演下 节目可以说是越看越上头 看点二 纯粹而真实 用歌声表达生活态度 除了上台表演歌曲以外 这群观众还在台上唱谈起唱歌与生活的关系 有人认为歌声是自己的解忧记 比如那位江爱情鸟唱跑片的国农大哥 他表示自己每天都会这样来上一嗓子 只要这么一唱 农作的烦恼就不见了 有的人则认为歌声是传达理想 情怀的媒介 比如这位地理老师 在雄混大气的演唱出 感温录在何方后 他表示这首歌是献给同学们的 他要以此传递迎难直上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力量 这发自恢复的话语 让我们直观感受到老师教书育人的情怀 有的人则认为 歌声是排解退休时光的良药 比如那位惊艳全场的广场舞大妈战队 这是由三位退休职工组成的 谈到唱歌恋舞的原因 大妈们坦言不愿意浪费退休时光 想要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于是他们目标跳出最潮中国大妈姿态 在见识到这一个个风格不同的表演后 我们也从他们的歌声里 看到了积极的生活态度 看点三 随性简约特色节目模式吸引关注 除了引人入社的节目内容 欢唱大鹏车随性简约的节目风格也令人印象深刻 首先是以边走边唱的节目形式展现了一个个城市乡村的风貌 第一期节目里这辆大鹏车会将走过全国12个不同地点 除了唱歌之外 节目组也将镜头放在呈现地方特色 比如第一期的愚人码头 他们就从不同角度刻画了这个长沙最具烟火气息地带的特色 无论是人来人往的小池滩 还是夜色映衬下的码头园景 都在与湖边景色相映下平添几分烟火味 其次则在于节目制作上的简单接地气 整个节目的主要摄影棚都来自这辆音乐大鹏车 车上载有海量伴奏 足够曲库 甚至还自带评分系统 是一个行走中的KTV 这也使得节目组走到哪都能录制 可谓一车在手 节目说有就有 此外甚至连大鹏车都是由主持人李悦自己来开 这一系列操作也显现出节目组的极致简约 其三则在于开盲盒般的随机模式 观众时刻保留新鲜感 比如节目组如压记牙膏 慢慢公布城市地点 公布的方式也各有新意 有的是直接把大鹏车开到地点 再在社交媒体上喊群众来参与 正所谓一只穿云剑千军万马来相见 有的则用暗示手法 比如用冰糖葫芦 让粉丝猜测这一期的城市沈阳 这一系列操作也使得观众对大鹏车的去向 始终抱有期待 没准下一期就到自己家了呢 这种随机模式还体现在节目制作上 连录制进度都是看天意 第一期的《鱼人马头之行》就有类似情况 观众演唱一半时突然下起大雨 为此节目组的录制不得不暂时中断 他们只能等天空作美后再开场 这样的随机性给节目带来了不小变数 但也让节目效果更显真实 尽管没有流量明星加成 但在新奇构思和充足诚意下 欢唱大鹏车却实质的期待 但在首期节目播出之后 他也随之产生不错的网络效应 节目中 丽雅凤凰传奇一分的罗子格 本是长沙名气不小的网红司机 而参加节目进一步提高出镜率 他的平台视频粉丝已经上涨至435万 而唱爱情鸟唱到跑调的广东大叔 也得到原来唱《银零一轮》的关注 看上去两人有望在未来同况出现 甚至连官媒《光明日报》也捧起了这档节目了 其官媒也藉由节目的这波热度 发起了相关调查 你张口就唱的歌是什么 总的来说 这档节目纯素人出镜 仅靠一辆车就完成基本拍摄的欢唱大鹏车 可谓急剧看点 无论是首日播出后的收视第一 还是随后而来的网络热议 都预示着他可能会在京秋迎来爆红 对此我不得不说的是 湖南台这一次又在综艺节目上玩出新花样了